欧美多国近日接连通报喉豆病例 适逢各国重新开放边境 有人担心这会加快病毒的传播 受访专家表示 目前出现的喉豆病毒传染力不是很强 加上已经有疫苗应付 因此无需过于担心 国家传染病中心告诉记者陈思玄 到目前为止 喉豆在人际传播非常罕见 喉豆病例近期占据各新闻版面引起关注 受访的民众表示 有些担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喉豆的潜伏期 一般是6到13天 不过也可以是5到21天 那感染呢就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发病期会有发热剧烈的头痛和肌肉酸痛等症状 那接下来就是疲诊期 一般就从脸部开始会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症状一般维持半个月到一个月之久 受访专家表示 喉豆主要的毒树是西非毒树和肝果毒树 致死率分别是1%和10%左右 而目前在欧洲和美国等发现的病例感染的是西非毒树 致命率较低 猴豆就是跟天花类似接近 可是师父看起来他们的症状是轻很多 传染率也轻也减少很多 人对人的传染力没有这么强 甚至以前的一些报告说 需要近距离接触好几个小时才有传染力 专家建议若计划出行到偏远的地区 出发前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做好防范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璇报导